也好 欢迎收看113年1月1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新人乡公所举办113年元旦全民升旗乐活健走活动 并且和花联县州府2024花联频率大众走共同来合作举行 借由乡亲参与升旗健走 来激发乡亲集体意识还有国家的认同感 更借此机会要扩大举办 现场超过12000人 场面非常热闹盛大 113年元旦全民升旗乐活健走活动 并且与花联县政府2024花联频率大众走共同合作举行 借由乡亲参与升旗健走活动 激发乡亲集体意识与国家认同感 更了解这次机会扩大办理 活动欣赏超过12000人 场面非常热闹盛大 让全国甚至国际认识新城乡 好的太平洋跟大家说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太乐 幸福就在你左右 而花联就是因为有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花联越来越不一样 今年花联处处凭感觉 花联的最新的主视觉396 就是一个幸福的频率 就是一个与大自然共存 与太平洋共处的最好的频率 对不对 打造亚洲最幸福最美丽的观光城市 今天今天是本周的第一天 也是本月的第一天 也是本年的第一天 三个一都在今天 我想2024是一个幸福吉祥年 祝福大家龙腾虎耀 三二一 新年快乐 县长以及副局委员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新城乡将未有10间 4星期以上的饭店在新城乡来投资 这完全是这些业者 这些财团看到花联县政府 及新城乡公所的团队 以及花联县的乡亲 大家努力无务 为这块土地大家共同来经营 大家看出这块土地 愿意来这个地方来投资 让我们的子弟 能够在花联市 在花联县来深耕 在这个地方来共同来打兵 我想就是花联县政府 以及付坤吉利保园 以及各位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相信花联是一个 最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地方 各位我们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中央山脉 有没有漂亮啊 漂亮 我现在每天五点半就起床 每天看到中央山脉 轮廓特别的美 我们基础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 我们是最幸福的一起 对不对 对 今天是我们花联县政府 跟新人工所 共同集办的建筑活动 现场超过一万种 我们共会自己来欢呼好不好 新人一年祝大家 444岁身体健康主义 向南合理台 透过升旗建筑活动 凝聚乡亲一起迎新年 感谢乡亲对新人乡公所团队的支持 以及肯定 并表示 现在一年 乡公所团队会继续带领者 新人乡前进 13大社会福利政策 幸福有感 超过400项的大小建设 提升乡亲生活品质 今年更与县政府合作 扩大办理元旦升旗 让更多人认识新城乡 而来到新城乡 更感谢县长许正伟带领幸福团队 举办花联频率大众子活动 让新城乡亲 民众以及现场游客 有个健康愉快的元旦早晨 以借此机会来祝福乡亲 在未来的一年 乡长和立台 并会带领团队 竭力为乡亲来打拼 祝福乡亲在新的一年 健康 其乐 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 记者接红义 谢谢下午到